雄雄火光不斷竄出 黑眼只從天際 根據CNN最新消息指出 俄羅斯軍隊在2號凌晨朝乌克蘭首都東方德波塔瓦州首府波塔瓦市發動空襲 造成當地基礎設施和建築物嚴重損毀 另外中部城市克勒曼楚克同樣傳出當地一座煉油廠遭俄軍空襲 俄羅斯當局也釋出轟炸影片 克勒曼楚克可是當地重要工業城市 這回攻擊也讓人懷疑是要對烏克蘭轟炸俄油設施展開報酬 但消息依舊無法確定 目前俄軍已從伊爾坪和基辅近郊等地紛紛撤退 烏克蘭士兵也開始進行重整作業 不過官方卻認為俄軍撤退不代表是好消息 烏克蘭官方就表示俄軍正在重新集結兵力將對東南部展開一波攻勢 而首當其衝的可能就是南部港口大臣奧德薩 當地民眾生活目前看似依舊平靜 但俄軍開始朝城市周邊展開攻擊 也讓民眾開始緊張起來 就怕俄軍說打就打讓當地成為下一個目標 奧德薩從上到下全體動員開始做準備 除了要嚴防俄軍炮火攻擊 還有捍衛家園 步上烏克蘭盛河一座城市落入俄軍手裡 三零新維這首報導